你怎麼看過劇本呢? 看到劇本 看完劇本就很喜歡這個劇 然後加上導演也是我非常欣賞的一位導演 然後因為我之前看他的《北風》就非常喜歡 我覺得他來拍攝像《獨銷聖徒》這樣一個劇集 應該會非常有特色 所以那個時候就答應他要出演《城鎮》這個角色 我每一場都蠻過癮的 因為我覺得就 對我來講《城鎮》這個角色我自己覺得很好玩 我可以試很多不一樣我想的方式去做 然後基本上我覺得用比較 比較外方的表演去演《城鎮》 然後我自己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跟這個人物狀態 然後我每次在演的時候我都會嘗試著做不一樣的表演 所以基本上在演《城鎮》的過程裡面都蠻開心的 過來這些都是因為戲劇還是有它的效果 我們都是在一個很安全的狀況下面去做這些效果 譬如說我拿電鎮去鋸人家的腿這些 現場看真的比較血腥很多 可是我覺得同樣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我覺得更帶給 讓人家感覺《城鎮》這個角色是真的是很狠的一個人物 我覺得也蠻過癮的 就是那個啊 我可以那個 我可以本人跟他對戲 其實就是蠻不一樣的 我覺得跟大家在現場對戲 跟在看到戲的一個效果 看到劇集的一個效果其實不太一樣 我覺得我可能更幸運吧 我可以直接現場跟他們一起演戲 但我覺得大家都是非常有實力的演員 大家的功底也都非常的厚 所以在現場過戲的時候其實我覺得很過癮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也很開心可以跟這麼多這麼優秀的演員一起工作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體驗跟一個組合這樣 工作都蠻緊湊的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有沒有幾次聚會 大家就導演有安排大家一起吃飯 我覺得那比較韓國 比較拍攝他們傳統的一部分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疫情 我們大概只有聚餐過兩次還是三次 其實不多 那我覺得很難得可以在工作結束之後 跟所有的演員一起用餐 然後一起聊天 我覺得是蠻舒服的一個 比較生活的一種狀態 就蠻好玩的 生活裡跟工作上面的狀態我覺得差不了太多 但他們也很喜歡做 他們有他們自己很 譬如說他們最近都很喜歡打高爾夫球 所以他們的話題都會常常在講高爾夫球 但是我不會打 所以我沒有加入他們的話題